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应该是在2018跟我老公那时搬去那个的住家 那时候我不知道是被鬼压 就是觉得整个人不能动强烈压着我那种的感觉 不管他是早上 晚上 半夜 他都会来压的 就算是晚上 以前是晚上多 给他压到我真的是很累 Cindy 我的主长是我的老板娘 有一次在MCO的那段时间她就是说邀请我上Zoom 然后他们就问我 你相信吗 你愿意吗 OK咯 我就进了 心就讲说 OK 愿意咯 已经煮过后 我就没有被压过 但是有感应到的话 祷告咯 所以我就会祷告主啊 救我 保血洁净遮盖咯 那时候 当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骗的时候呢 其实是 因为之前他们有恐 算是恐吓啦 所以就弄到我睡不着觉 然后有时候每次就是晚上会哭 一直担心说 不懂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可以找到我家 这样子 在那个时间 我就是加入关怀小组 我记得是从我一加入那个小组的时候 我当天 我是讲我要信主了 主长啦 他就带领我 在小组的感觉是很好 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到就是 大家就是真的知道 我内心的需要 然后而且是 真正的为我的需要去祷告 自己也有为自己祷告 然后到完全放下为止 就是不会再 不会再想负面的东西 然后也是 晚上也不会哭 然后也是可以很好的睡觉 我觉得很感恩的是 因为那时候还在MCO阶段 今天我真的是很省啦 一有薪水的时候 我就快点还 就是一个一个还这样子去还清这样子 用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这样子 渐渐的我才开始跟Sindy还有明珠更加熟络 我就慢慢开始敞开我的心 就是很多东西都会跟Sindy讲 就好像我的妈妈这样子 以前我对基督徒的印象就是很差的 因为我很讨厌基督徒 他没有那种墙壁我 就是给我看到 其实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 就是鼓励 用以鼓励的话语来 接入他的幸福小组 跟着他一起学习啊 他都每次以很正面的态度去鼓励我们 所以他讲 教会有课程就要去上 然后幸福小组 有就要去做 想问你今天看电话时间多久了啊 哈啰 你吃饭了吗 打巴士吗 哈啰 哈啰 打巴士吗 放下 放下 什么都不要装 只是玩电话 我是在1995年的时候来到洗心坛 那时候的圣诞节 我的同事邀请我去这个圣诞节的了 所以就那一当时的圣诞节 听就是诗歌 我有被感动 然后我就觉知新竹了 跟孩子的相处的话 不是很会怎样去教导孩子 自己工作也很忙碌 就有那种的情绪不稳定 就是会发泄在孩子的身上 因为对前夫的那种的情绪的不满 所以就发泄在孩子的身上 有发脾气啊 丢电脑啊 打孩子啊这些都有 跟着在MCO的时候 我回来洗心坛参与小组 然后从小组的课程里面 有学习祷告 我就开始为孩子祷告 从开始为孩子祷告 我就可以看到 自己的那种的情绪的改变 然后严以 谈话跟孩子的相处的方式 我去改变 就看到孩子愿意把他 就是他的心声跟我说 然后大家就有彼此的那种的亲子关系 就慢慢的有修复起来 所以还是继续的 跟着教会的课程 然后幸福小组的话 是因为在小组组长有邀请 做这个幸福小组 所以也是带着一个好奇的心去参与 这样一做的话 就做了五次的幸福小组 我已经参加了 今年上半年算的话 就是已经是世界的幸福小组了 其实做幸福小组呢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压力 牧者们领袖们他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去发挥你要怎样去做幸福小组 在你看到你所做的 看到一个灵魂被拯救了这样子 就是那个收获让到你会觉得喜乐还有一个满足感在里面 这四年里面就是也做了四次的幸福小组 做的这个的过程里面 就是让我学习到怎样与人沟通的方式 大家就很核心那种的感情 更加的深 其实让我感受到就是最重要就是祷告 那我们祷告的事情就很自然的 很顺利的可以进行可以完成 也很感恩上帝给我这么好的生命 这样子从我过去这么烂 然后他就是一步一步这样的带我 所以我对上帝是非常的感恩 每当我分享我的见证的时候 我都会很感动的想要流眼泪的 所以想让我们学习能源 那么多艺 Sang 特别的想要是 这种情绪的想要有点 那是一个灵魂的 我们在一个废位之类的